亞利桑那州這間四面環繞壯觀山景的墨西哥餐廳 屋內屋外還有準總統川普的照片 對老闆來說 勇如財神爺肖像 我沒有去過他的生活風格 我沒有去過他的生活風格 他認為川普說的是他在關注的事情 他在關注的信心 家庭和經濟 認為川普能讓美國發大財的 不只這位老闆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在選擇川普 因為他們在考慮經濟 他們聽到川普是 他在管理政策上會有更好的經濟 儘管川普助選嘉賓種族歧視言論 鬧得沸沸揚揚 對拉丁裔選民來說 荷包縮水的痛還是大得多 加上不少人認為 目前邊境移民都用非法手段入境 對他們這些合法移民來說 非常不公平 有些人提出了我們 那些年輕人選民 特朗普不太知道川普 他們只是看他為一個 六個有拉丁裔選民的腰擺州 都認為經濟和移民政策是他們投票關鍵 成為賀錦麗的致命商 他在拉丁裔得票率只因川普6% 和前兩屆相比幅度只剩個位數 尤其在拉丁裔男性選民中 川普贏過賀錦麗12%比以往都多 另外全美有三分之一人口 是拉丁裔的地區 川普都贏賀錦麗至少快7% 民主黨視為鐵票倉的非裔族群 也因為經濟問題這次不挺賀錦麗 在非裔人口就佔整體三分之一的 喬治亞州 當地民主黨青年代表 玉仲欣賞表示 經濟一停上 民主黨似乎與選民脫節 整體而言 賀錦麗在非裔支持度有85% 看起來遠超過川普 但幅度同樣不如以往 在全美非裔為多數的地區 川普非裔支持度則平均增加5.5% 而川普在七個搖擺州 非裔選民支持度比上屆大選都有所提升 尤其是威斯康辛州與賓州 各增加13% 在密西根州關鍵的不止非裔還有阿拉伯裔票倉 選民表示中東戰火沒有平息跡象 民主黨聲稱種族平等的立場 顯得更加諷刺 不少原本屬於民主黨的票 幾乎都留到第三方 其他像是年輕選票或是有大學學歷 和沒大學學歷選民中 賀錦麗表現相比前兩屆都下滑 川普支持度則幾乎沒變 而民主黨認為有勝算的墮胎議題 在這屆選舉中也沒加分多少 賀錦麗在年輕女性支持度 還比拜登少一半 有選民認為是因為賀錦麗太偏左 但追根就底選民還是覺得民主黨太不食人間煙火 川普成功回國白宮 賀錦麗挑戰女性玻璃天花板失敗 為這次大選增添不少戲劇性 加州西南大學特別開課 希望學生不帶立場 好好探討這次選舉 為美國民主記錄下公正一筆 TVBS新聞綜合報導